现代人常常有各种怪病 生长肿瘤的癌症 请问下面他有五个题目 这个问题提得很好 学佛的同学都知道 佛法里面讲病有三种原因 第一种是生理的病 包括你的饮食 古人常讲病从口入或从口出 所以口是后腹之门 这个天气变化 我们这个衣桌不小心 这些都是生理病的来源 第二种病呢 是属于这个 冤青在处 倒上身来了 得这些病 那么这种病呢 一生不能止 像这个三眉水灿的五大故事 地嫌老活上 那个灿禅的土地 这渊烟灭病 渊青在处找到身上 第三种叫业障病 他不是渊青在处 自己造作罪业太多了 渊青在处这种病呢 要化解调解 调解很有效 几乎百分之九十几都会接受 接受他离开就化解了 第三种的 业障病难治 一生是缩手无策 他也不是调解 他不是圆青在处找上门来 这个最困难 但是可以治 用什么方法呢 真正忏悔 忏处业障 你真能忏处业障呢 这病就好了 所以总的来说 在佛法里面说 没有治不了的病 问题就是 你要知道疾病的来源 现在的怪病 我们今天收到一份报告 网络上下载的 这个报告就是 世界卫生组织警告 可能爆发全球瘟疫危机 这个题目 这里面跟我们说到 它是从1970年 那个时候发现有39种新的病毒 这过去没有的 这1970年 最近这个5年 过去5年 今年07年 那就是03年 到今年 这个世界卫生组织 发现超过1100种的流行病毒 那病毒从哪里来的呢 我们知道啊 这佛在经上 华严经上讲的很多很清楚啊 不善夜点变现啊 那你明白这个道理啊 你就知道怎样化解了 怎样来解读了 我们先看它下面的问题 然后我们再来讨论 他第一个小题是 身上的肿瘤 是不是肿瘤 有可能 因为我在我们接触过这些 这些病人的时候 我们亲眼看到 而且不止一个 甚至于有人身上肿瘤很多 大大小小的 一般都会重生 那是原先在书 那所以 这个答案是肯定的 那么您能化解呢 跟他这个谈条件化解呢 确实是有效 可是有很多很顽固的 大概那是 切的语言太深 他不饶你 那用种种 条件来谈的时候 他都不答应 这就没法子了 但是这个很少 大多数啊 都能够 同意化解 冤家一结 不一结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这个 平常出世待人呢 记住一个原则 绝不给人结缘处 结缘呢 有时候是无益的 所以总得要小心 所谓是 那 言者无益 听者有心 不知不知道怎么得罪他 这个事情自古以来就有 所以言语总要谨慎小心 对人的态度总得要恭敬 所谓是 所谓是 礼度 人不怪呀 那这就是小心不给人结缘处 那已经过去结的缘处呢 要化结 这个就对了 他第二个他说 如果把肿瘤切除了 就算大功告成了吗 不容易 你切除了 这个问题没化解 他会在你身上再长一个 或者换个地方再长一个 你怎么办 所以不能切除啊 要怎么化解 切除跟化解同时进行也行 但是切除不好 为什么呢 你的身体 心态平衡被破坏了 总是不完不完整了 所以我们 东方这个中医 不用这种 手段 中医是 你拿个部位出来毛病啊 总是用药物 给你调理 让它恢复功能 那就正常了嘛 不是把它切除 切除 不是个好办法 第三个小问题 有时肿瘤这边切除了 从另外一边又长出来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这就是刚才讲的 如果它是众生 你把那块切除 它会长到别的地方去 它不会离开你 这个道理要懂 人 所以人都有运气啊 人在走运的时候 你的运情带出啊 不敢碰你 你运很深的时候 你运很深的时候 气很深的时候 到摔了的时候 它就来了 你的好运走完了 运情带就来找你了 这个道理 这个道理要懂啊 别人吃了你的亏的 你现在有势力 他不敢碰你 等你哪一天下台 湿里湿掉了 他找上门来了 你已经很难应付了 道理是一样的 底下一个问题 底下一个问题 怎样才能真正消除业障 真正消除业障 就是真心忏悔 断无修善的 断无修善的 在佛门里面 持戒念佛 依教修行 消除业障的例子 很多 道教里面 依感应品修行的 那个消业障 也不计其俗 你们看看这个 《安思全书》 里面所说的 《太上感应篇慧禀》 这个里面的例子 佛门称为公案 就是故事 消业障 这个例子 一千多条 你可以细细看 真有效 他说不是没有效 一定要真心去做 改过自行 所以发现自己的过时 这个人叫觉悟了 觉悟之后 要把自己的过时 割除 这叫修行 所以悟后起修 你没觉悟 你不知道怎么修法了 修就是把错误修正 这叫修行 那这句话呢 总是要把它记住 修正自己的错误 叫修行 现在很多人不懂 因为修行呢 我每天念多少经 要拜多少佛 以这个作为修行呢 如果你心里面 过时一丝毫没有改 你这种做法没用啊 就迷信了 古人所谓的 古人所谓的 口念弥陀心散乱 含泼喉咙也枉然 就是指这种修行人 没有用的 真修行 那就是知道自己的过时 赶快开 尤其在现在这个时代 灾难多 灾难就是报复嘛 就是物业所感召的 灾难再多 我能够真正改过自行 消业章 极功德 无论什么灾难 你遇到了都没死 那为什么呢 你已经超出了 你不在这个灾难圈子里 那所以你不会受难 那有时候呢 吃一点小苦头 这个无所谓 那你能够承受得了的 末后一个问题他说 若出家中 住道场 遇到这样的问题 道场应如何护持 那这个我们 这个这一次 我们得到经验教训 如果出家中 得到这个肿瘤啊 癌症了 首先问他自己 他愿意 他愿意在道场里面 大家来帮助他 给他消灾 给他化解 他能接受 可以帮助他做 还要征求他们家人同意 那家里人主张 或者他自己也希望去住医院 那就送医院 这由医院负责人 所以 总要做出了 或情或理或法 不能够啊 因为一个出家人的生病 连累到这个佛教的形象 那他造的业就太重了 破坏佛法形象 戒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啊 这是造的阿比地狱罪业了 其尊佛出世不通忏悔 这个罪太重了 所以总是要把手术做清楚 那么他自己的医院 他家人的这个医院 这样处理了 这也是和情和法